哇,這太厲害了吧 牛肉咖哩 欸,然後還有這個 這是什麼? 生菜啊,你就去 這你把它弄得跟我去外面 有加一點這個 有啊 這很像外面賣 好吃 嗯,有機咖哩菜 欸,蠻甜的 然後自己加一點辣椒 哇,這樣很好吃 嗯,不錯 沒味啊 這辣椒辣,是哪一個辣椒 西方辣椒啊 意外的搭 我覺得那個七味粉不夠 不夠辣 而且要加很多 對啊 這環境的話,你現在感覺好像在那種 高級 料理店吃的那種 很誇張喔 就是咖哩魚之類的吧 呵呵 沒有,因為 擺排 就漂亮 辣 油 然後 就是你覺得膩的時候 你就可以吃一個這個 高級菜 身材 這個 這菜有什麼會膩呢 他加那個 河豐醬感蠻好吃 嗯,河豐醬還不錯 嗯 嗯 雞牛混合齁 嗯 他覺得我在 煮這個 咖哩雞的時候 其實他裡面就有那個 雞籠 但是他都是比較有骨頭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 想吃牛 就放牛 想吃豬 豬就放豬 就是 稍微燙一燙之後 其實淋上 那個 咖哩醬 就可以了 其實就可以了 其實可以就是 完全就不要加肉去煮的意思 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就是只有蔬菜 然後最後你再看一次 加什麼 想吃什麼加什麼 但最 比較好的話是牛肉片 或是豬肉片 它如果說是那種雞 那種 有厚度的 有厚度的 或是那種 牛肋條那種 那就是要 從頭到尾都要 跟著一起燉 因為 薄片的話是因為 它很快 味道就進去了 厚的話 你這樣子沾的話 你會裡面很空虛 對不對 味道都進不去 味道的風向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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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沒有辦法像那種 外面那種豬排 豬排店那種 切的很細很細 但是像 這是像 私人的那種 有人是用切的 有的好像有那種工具可以切 切很細 可是它很細誒 如果再炸個豬排後來就厲害了 這要怎麼去炸了 我們剪太油 就要買個雞排就好 哈哈哈 也可以 像那種什麼惡魔雞排或天使雞排之類的 這惡魔雞排或天使雞排永何都沒有 嗯 對 不知道是還沒開還是說 熱環不完了 嗯 你吃好快喔 好吃啊 欸 這疫情到現在 我第一次吃咖哩飯 是不是 真的 可是以前的話其實 滿常吃咖哩飯 一段時間你就會煮咖哩 然後它這個 是什麼牛腩嗎 沒有 因為煮咖哩要買菜 然後我又 我又不去市場 對 然後我又不去 賣場 我又不去賣場 就是直接掠過青菜 對 對 但是我跟你說就是 如果就是你們做咖哩飯啊 我覺得很好吃的那個馬鈴薯 是那個Costco的那個 小顆的那個 對 他們的那個 國外的那個 小顆的那個馬鈴薯 跟台灣的馬鈴薯 口感完全不一樣 而且它那個是很 三明 很特別 但是那個你們如果 網路上常常看到 人家國外在做菜的話 都是用那種馬鈴薯 嗯 就是 它拿來煮咖哩飯 跟 這種 台灣的那個 對呀 真的 對它那個馬鈴薯真的好吃 就是大家如果有 想要做咖哩飯的話 建議 馬鈴薯可以買那個 可以買那個 真的好久我去賣場 那咖哩塊的話 我就是買那個 蒙 蒙什麼 蒙奇奇 這是什麼 什麼蒙蒙特咖哩 佛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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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哩 然後買 蒙奇奇 最不辣的那一種 因為小朋友也要吃 那我覺得它最不辣的話呢 它也比較偏甜 對 其實用這種就是比較 但是我跟你講 你呢 因為煮的 因為人家通常煮完之後啊 不是要加什麼鹽 加什麼 然後去調味 然後最後 不然就是 就是你不然就是 煮完 炒完 用湯滾完之後 你再加咖哩 但 就是會 比較少了一些甜味 所以我就用那個 日本的那個 蔬菜塊 去燉煮它 哦 所以其實就是 這咖哩住完 燉煮差不多 一個小時之後 等它們都軟了之後 加入咖哩塊 十分鐘就好 那其實 我裡面完全沒有加任何的調味了 那些鹽啊 什麼都沒有加 對都沒有 哦 哦 他吃 然後他吃什麼 那他剛睡 好啦 就這樣 如果真的想要很清楚的知道 我老婆咖哩飯怎麼做的話 沒有我覺得大家都很厲害 留言 喔 他就可以拍一片 如何 一百折留言才有 哈哈 好啦